为什么你炸的扣肉总是不起泡 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 炸扣肉保证黄金起泡 大家好,我是猫叔 今天跟大家分享广西芋林的酸甜扣肉 买回的五花肉冷水下锅 放入葱姜和一个卤料包 大火把水烧开 倒入二两泥酒去腥 再转小火,包它二十分钟 中途翻一下面,给它受热均匀 扣肉已经煮熟,就把它捞出来 第一步我们先给这个五花肉松震 我用的这个是做扣肉的松震器 非常的好用 如果你没有的话 用牙签或者是叉子给它扎孔 都是可以的 为什么要给它扎孔呢 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它受伤起泡 在它的伤口上撒上一点盐,涂抹均匀 腌制五分钟,让它出油出水 然后再给它涂上高度米醋 这样能使猪皮起爆米花的状态 准备几根竹签,给猪皮装上几个角 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它粘锅 等一下炸的时候就不会弄底了 我们采取冷油下锅的方式油炸它 把整块五花肉放入锅里 倒入少量的油没过猪皮就可以了 这样的做法既安全又放心 忙的都可以学会 把锅盖盖起来,开小火,慢慢的炸它 时长大约五分钟 期间你会听到哔哩巴拉的蛋油声音 你不必担心锅盖会飞起来 直到你没有听到蛋油的声音后 就可以把盖子揭开 来,我们把它翻起来 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已经起泡了 已经起泡了,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接着我们开大火把油温升到180度 如果你不懂的看到它冒烟就可以了 把扣肉丢到锅里面 高油温才能更好的爆皮 爆了分打工皮,我们就偷偷的看一下 它到底爆成功没有 看到它爆皮起泡了,我们翻另一面再炸 瘦肉的部分不需要炸太久 否则会很柴 炸两下我们就把它捞出来 我给大家做视频的就先把竹签拆掉 来,大家看一下这个皮 像玻璃一样脆 我们吃多少就把它切多少出来 然后放入刚才那个汤 给它浸泡一到两个小时 把它的皮泡软 准备去腥三件套,葱姜蒜 把它们分别全部都剁碎 姜汁把它挤出来,我们只取姜蓉 这个是酸酱头准备十来个,把它剁碎 咸酸梅准备四五个,把它去脂,剁成泥 咸柠檬准备半个,去脂,把它切碎 大家有懂这个叫什么的吗,懂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同样把它去脂,剁碎 放入四块腐乳 一勺海鲜酱 两勺猪猴酱 一勺磨洗酱 放一两白糖,再来两大勺冰梅酱 再放一勺蚝油 一茶匙老抽,调调色 把它搅拌均匀备用 起锅烧油,把葱姜蒜蓉爆香 再把酱料倒入锅里 放一点清水给它煮开 然后撒入米酒,蒸香 最后勾芡起锅备用 泡好的扣肉把它取出来 把它切成筷子厚度大小的薄片 切好以后拌上料汁,给它腌制两个小时 腌好以后像这样分别的把它整齐的码入碗里 最后把料汁倒在上面 接下来蒸锅上去 我们用大火蒸它40分钟 蒸制的时间到后 我们把它取出来 先把汁水隔出来 最后放上一个碟子 把扣肉扣住碟中 简单的装饰一下为一个边 再把刚才倒出来的料汁淋回去 非常漂亮的一道玉林酸甜扣肉 就大功告成了 下期再见 再次进行